11月16号 纪念庄世平先生诞辰110周年之爱国者的典范庄世平分享会在香港大会堂举办 庄世平出生于广东浦宁 1949年12月 他在香港创办南洋商业银行 并在银行开业当天升起了香港金融界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1950年6月 庄世平筹办的南通银行在澳门成立 1986年 庄世平无偿把南通银行交给国家 改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2007年 庄世平把南洋商业银行无偿捐给国家 当天 分享会上现场播出的一个短片 以爱国坚定 爱港真诚 爱乡情深来总结庄世平的一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会上表示 这次活动非常合适 也非常有意义 让公众借此机会了解庄世平先生一生的事迹 和为国家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这一次爱国者的典范 庄世平专题分享会 展出庄老生前的图片 文章和生活的用品 让大家一起免玩他的光辉奋斗的岁月 让后世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多学习庄老的风骨 让市民大众多了解庄老为民族 为国家付出的努力 鼓励香港市民全城庄老的精神 庄世平一生有六个子女 女儿庄耀华从小就在庄世平身边长大 庄耀华在分享会上一起自己的父亲时表示 父亲一直以来都有一颗坚定的爱国心 每年十二一号七点钟 我就要挂着国旗出去窗口 挂完国旗之后 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像现在 那时还是港英政府统治 他们很注重 看看哪家人挂国旗 他们也很紧张 会派一些便衣在街上逐家逐家看 试过一次 我们家的窗口就被人用石 扔爛了 因为我们住二楼 扔爛了 扔爛了 之后我妈妈就说 逢亲挂国旗那天 都吩咐 你久不久就出窗口望一下街 有没有穿便衣的人 有没有特殊的人望一下 不知国旗有什么闪失 当时我爸爸就 上班他会检查我们会不会绑得实 会看一看 先上班 回后 不少市民来参观展览 该展览展出装饰品一生丰富多彩的图片 文章 以及生前用过的笔墨纸验和简朴的生活用品等 他生前获得的大紫金勋章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纪念章也在展览中亮相 不少市民在观展后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庄世平先生 欣喜国家 爱国爱港的风范值得赞叹 这种精神值得香港年轻人学习 其实比庄老的是 我觉得应该多一些去学校去传播 现在年轻人缺了这一些为国家做贡献这种精神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还是缺了 我认为觉得他把这些资料去不同的学校分享 因为他已经在香港这么多年了 还是用香港老一辈的去感染现在年轻的一代 所有事情是在国家的立场来看 也是很值得表扬的 而是作为一种鼓励别人 别人要站在别人的利益和成就的问题上 而是放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来看